本视频由月谷在国华文具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一支 我忘记我有没有做过了 长虹的710也是一个双头笔 然后这个墨的话 这边是没有墨水了 已经就是确定过了 因为这么老的笔 不太可能说还有一个 怎么讲 其实不太可能说还能写了 就墨水都干了 然后就没太懂为什么 这边有帽 这边没帽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 这个笔的话是这样子 那非常细的一根笔 然后粗细的话 也是中古笔的一个粗细 外观的问题 我们等会再讲 笔尖的话也是一个暗尖 我觉得没什么一个 需要的一个对比了 因为那个笔尖的话是这样子 因为按尖的外观看下去都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长度先 长度的话 这个长度的话是这样子 长度的话是165.96 然后插板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了 然后这个哦 这种又是这种对吧 然后这个如果他这个笔心是用G2的话 就G2的话到 哎 就普通笔心了 因不知道是不是那种特质版的 就特定的 也应该是可以买一个别的一个笔心 然后剪的差不多顶上去了 这个看他的话应该也是啊 这个等会再来看 好 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先 笔尖的话 哇来 一粒是挺直的 但是旁边两边的一个水口能看到吗 这个水口非常的明显 然后一粒的话打磨也是挺正常的 就是一个源头这样 然后中缝的话也哇好粗 这个中缝 然后再下来是不是有点错 应该没有错间吧 感觉 呃打磨方式也是很常规了 就是前面圆圆的这样子 哦 特色我觉得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重量上的看一下能不能破纪录 我上次那根5.5那个飞机比啊 这个不行了 哎呀5.8 这些5.5.85.7啊 看来没办法再新了 应该极限了 对好 那个大概前面的 就是那个树子就这些吧 然后再下来我们回去看一下这个笔线 看完我们再讲外观 然后这个的话好像是你看就这样子一根笔线呢 你它是可以动的 我估计就是放进去直接卡着的 那个哦果然都没有没有没没有没 可以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拿出来这个笔啊 可以我我去这这应该是设计问题了 笔线没有流失会弯成这样子的 这个明显就是设计问题了 因为这样一卡 然后它卡上去的时候 然后就弯掉了 然后再下来的话 另外一个它没有这个这个能不能 哦 这个原来还不能这样子 那它这个的话设计是本身是存在问题的 因为你笔不可能是没有盖帽 这样子磨干的是非常快的 然后再下来这个前面的这个哎呀 都是通用件了 呃 有时候我觉得把笔握笔件改一下 真的不行吗 这然后这个 也配色这个就见仁见智的 然后再下来的话这个一样 同一个问题过度不是很顺 你看这里这里收 然后这里又鼓 握杆上的话就是 反正就觉得怪怪的 然后这边的惯性好像有点大 然后你会觉得就平常盖帽的那样子的一个 书写感受 因为平常用钢笔用多的话 基本上笔都到这里 它长了这么一点 然后你虽然说笔很轻 但是你会觉得惯性比较强 嗯 不是设计上我觉得 呃不是特别合理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个笔的一个 光解度 笔的光解度看起来好像还是挺正常的 毕竟没有黑色的这么的明显 然后再下来 这个墨郎啊真的不太坚用 你看现在这么捏 平常的话是非常有弹性的 这个你看就好像我这么一捏的时候 你看这里就好像顺着过去就带过去 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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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 好像我就捏 然后他就你看他很很没有弹性 有没有觉得就非常没有弹性 不是很有力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个其实吸墨方式我个人觉得是有问题的 首先这个拔不出来就算了 然后就一根细管 然后就倒出来 那这样子其实笔是非常不好洗的 一直没太懂为什么坚持这个结构了 其实这个结构早就应该换了 我觉得可能这根本身是一个库存笔吧 那呃 然后想把它用完 然后再那个吧 但是笔上面其实一直感觉就是没有一个精进了 这只是那个新品还是库存笔 说实话我也不是很确定 然后这个纹的话 看这里这个凹凹凹的纹吗 凹的这个摩擦力增加摩擦力的纹 然后跟这个你看这两边是凸的 然后他这边又凹的 然后你你这么一拿 然后到这边 咦歌手的就很呃 真的挺奇怪的 整支笔的一个感觉 就像是在一个出自烂照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个笔 希望是笔尖会挺不错 只能这样子去期望 就给予这支笔的一个期望 我觉得好 那也废话不多说了 那大概就这样子了 这个笔帽真的没什么可以讲 只能盖一边 然后呃 怎么着好像还捏几下就会变形 或者会裂的那个感觉 好那我就先来上一下墨 看一下怎么样 啊可以你看就这个小管 然后小管家 你看这个小管它不是特别有力 如果看细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我刚刚捏了几下 那个管是没有上上上到墨的 然后这个的话 而且这个的话 你看就粘到这么高的一个笔握了 那基本上如果平常真的输血的话 啊好像墨还有点脱 你看这里有点脱不掉 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我这个墨应该是快干的 应该没没没那么容易 不是那种碳素墨水 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粘上的 OK 写一下吧 那个看一下怎么样 哎 笔尖上好细 但是刮指会刮指 这个斜感就有点像弹 弹笔那种 弹笔那个是恶心 然后那个反馈感恶心到 然后反馈到 你会觉得手腕的这个地方 就感觉好像很痒的那样子一个感觉 然后这个的话 也是有手腕很痒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然后用力压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效果 嗯比肩的话细是够细的 但是其他的一个反馈 呃其他一个反馈真的 嗯真的不太行 这这嗯 细粗细都是可以的 然后随便写写的话 我觉得用原子原子笔就会更好一点 嗯 然后这个书写起来真的不太行 听一下 听不听到就好像抖了一下声音 就好像是有点就瓜子了 你看 不知道是不是太细的一个原因了 还是说伊利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了 刚刚看那个伊利好像还挺正常的 真的没没太搞懂 啊也没事好 大概这样子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 他是挺新的你看我这上下一堆比 但是他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像那个白金3776的特系的就是那个 嗯 是书是那个 呃 EF吗 好像 白金不是有一个比EF还要细的就是那个处 但是白金本身的EF已经是细到有点瓜子了 不知道是不是 跟白金的EF的一个情况就同样一个情况这一只啊 但这一只系你看这个粗细度绝对是没问题的这 但是真的很瓜我觉得 嗯 那这个笔的话啊也不知道怎么讲了这个 看一下这个笔其实啊真真的没法讲了就如果我个人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必要买而且 你即使我真的当你这个书写什么等等都没有问题吗 你这么一摔如果摔到这边的时候这个这个笔性直接就直接就报废了 应该是没有原子笔可以这样耐的就你掉到地板上然后刚好笔尖触地的话 那个冲击应该没多少那个原子笔原子笔能承受的对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有什么文漏讲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留言也可以加我微信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